一個夜裡都有好夢 有夢啊 請就問不慘了 慘了阿伯啊 人家說幻化多情 追求當中 年輕人 提醒的 歡迎我們的好朋友江蕙 今天來上我們週末 葉小姐 歡迎… 靜哥 你好 靜哥 妳也知道啦 靜哥 你好 當然 我請教我林妹 林妹喔 林妹… 叫得比較辛苦 妳怎麼這麼說 但是為了上你們的節目算了 犧牲一下 林妹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是大家晚安 我說江蕙了 這是我們這個老朋友了 這麼多年的老朋友 我每次看到他就會回想起 我們當初我們還是那種快樂的 這個歌手 這個歌唱公務員那個時代 以前在餐廳駐唱的時候 對… 說真的 我覺得那時候 真的很開心 很快樂 隨心所欲 對 那時候根本不要穿什麼禮服 只要老闆規定我們穿禮服 才唱歌的那個老闆 就會被我們發 那個是幾年前的事情 那個大概就… 幾年前… 其實幾年前的事情 就不要問了 不是很重要啦 那不重要嘛 我們小時候啦 不是太大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概他十五歲吧 對 我大概十歲的時候 那我大概剛出生不久 你少來 那一段時間說實在真的很快樂 每天就是一套便服 然後幾本歌本 裡面什麼歌本 什麼中文 日文 台語 什麼都要有就是了 準備好 我說真的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棒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幾乎啊 什麼歌我們都一定要會唱 對… 日本歌啦 什麼台語歌 國語歌 英文歌啦 廣東歌啦 什麼都要都會唱 廣東歌還根本那時候 都不聽不懂 但是就是要死背這樣子 對… 現在比較流行什麼 上海灘就要把它背起來 對 因為我們要應付客人 對 所以也就是因為那一段時間呢 這個好像 每天都要唱那麼多的歌曲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事實上 有時候會把一些歌曲 做一些改編 在節奏方面 譬如說一首那時候 有時候 何日君再來 那時候很流行的時候 每一場都要唱 何日君再來的老歌 因為像有時候在台上 唱同一首 OK 十二場裡面 我可能唱了五場以後 到了第六場 那個唱法又不一樣 疲乏了 那個疲乏調 本來是 何日君再來 可能就是帶著微笑 唱到第六場以後已經是 何日君再來 因為其實有時候歌曲 我們在唱歌的時候也要有感情 那個感情有時候往往是一種 這歌曲給你的新鮮感 對 有時候你沒有新鮮感 每天要唱七八遍 你說怎麼 真的是要快崩潰了 沒有辦法再唱出感情來 對… 就唱得有點麻痺了 不是 請為了探情 為了探情 你們的歌曲都是背下來的 還是說有看的歌本 沒有 就有歌本可以看 還是有歌本可以看 不過不曉得黃淑俊 以前有沒有跑過餐 就是餐廳或者是 我小時候也是走唱過 兩個禮拜 那也是一種經驗 是嗎 我記得那次就是 在我們學校附近 有一個民歌系餐廳 叫他貼出來說 真歌手 我那時候正好是熱血青年 很想去闖一闖 我就進去了 他就讓我唱 就唱了兩個禮拜之後 那個老闆就跟我說 我們這個餐廳想要結束營業了 所以可能下禮拜也就不用來了 那就很遺憾 然後我想說 真是難得唱了兩個禮拜 結果我第三個禮拜 我經過那個餐廳的時候 發現他又貼出來真歌手 結果人家是要file你了 他是要file我 然後就找一個藉口 所以很可憐 可能那時候我覺得 我的問題就在 我會唱的歌太少了 太少 如果人家點唱的話 就沒有辦法應付 其實說起來我們歌手 有很多的這個不同的 就是我以這個 曾經駐唱過的歌手來講 我們有分成很多的這個不同的派別 像我跟江蕙 洪榮紅 曾經一 楊烈 對 都是在西餐廳 或者是Pub 或者是Piano Bar 人家講說 日本人講說Snack 就是小Pub那種地方 騎巴隊 騎巴隊是不是 演唱過 那像還有另外一派的歌手 就像黃淑俊講的 在民歌餐廳 像張宇啦 還有誰 潘梅前 張宇 像周華健 他們都是宇忠聖 是 民歌餐廳那一派的 另外一個派別是歌廳 那我們就沒有唱過 像李茂山 他們 外天啊 楊凡 楊凡他們都是 那有個 像唱歌廳就有個好處 只要一天唱三首歌 然後一天唱三場 然後這三首歌可以唱兩個禮拜 對不對 是不是 差不多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他們在餐廳 只要是歌廳兩個字 我們覺得很好高級 那表演的方式會不會有不一樣 有不一樣 他們比較注意舞台動作 對… 有歌 然後有舞 像李茂山提前 就幫人家幫林聰辦過舞 他每次都在講 那餐廳是純… 可是現在跳還是很難看 他每次跳是同樣的動作 那我們就比較不會有 我們就是西餐廳 或者是Piano Ball的這種 就是我們都是有個優點就是 我們吸取很多的這個歌唱的經驗 對 什麼歌都要會唱 什麼歌都會唱 一定要會唱 你不唱的話真的是 就這樣被老闆犯了掉 要以歌藝取勝 以歌藝取勝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們說奇怪 像你們都好像懂了很多歌 這是被逼出來的 被逼出來的 真的是這樣 不過還有一種就是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什麼歌曲都唱 譬如中文 日文 英文 台語 什麼都要唱 可是那時候倒是以日文為主 以日本歌為主 是真的 像剛剛那首歌曲 這個 就是我們經常跟江蕙在餐廳 在各個地方演唱的 那時候很流行點唱這首歌曲 那《國路玩夢》 就有這個日本版跟台語版 那我們經常就會輪流演唱 那其實在後來在70年代 有很多的這種 日本歌改國語歌的 我們也經常演唱的歌曲 像其中有一首歌曲 《逝去的愛》 我們就經常要被點 也是點播率很高的 點歌率很高 記不記得 這個歌還記得嗎 不是很記得 試試看好不好 試看看好 我們來唱這最近 那時候點歌率最高的一些 受歡迎的歌 我唱日文… 那我唱國語好了 好不好 來 歌唱歌 我給亂無 只有一只單位 你為了 愛是終了 雖然也曾貪心 雖然也曾悲情 如今都已撐過去 愛是終了 時光沖縱如流水 流水撫平我心裡 床上遭遇無痕跡 我當時忘記了 也曾對你許下諾言 今生我永不疑 我心中的情緒 我心裡的情緒 我心中的情緒 對 不過除了這首歌曲之外呢 我們剛剛所安排的歌曲 大部分都是日本歌改成台語歌 還有日本歌改成中文歌 對 很多 其實日本人也喜歡改台語歌 我是記得 對… 台語歌改日本歌 我現在這首歌 如果說年紀大一點的 最喜歡聽這首歌 他們一定很喜歡 而且聽到這首歌非常有感覺 就是烏雅輝 試試看… 台語… 妳日文… 我先這樣回憶一下 怎麼還不記得 黃書俊要唱米南語歌曲有點心虛 已經很好了啦 真的很棒 不是 我是企圖再加一點氣質在裡面 所以那個味道會不同 不過基本上這首歌 本來就是很有氣質 妳隨便唱都是隨便有氣質 所以連日本人都很喜歡聽這種歌曲 把它改成那個歌 對啊 所以妳不要裝飾 不過今天很開心能夠請到江蕙 來參加我們週末葉小姐 跟我們談談心 跟我們唱唱歌 但是剛剛所演唱的歌曲都是一些老歌啦 那麼我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來多為我們安排一些好聽的 一些老歌的米南語 那當然… 謝謝 江蕙 謝謝 等一下 這樣就謝謝啊 這樣就沒有啦 對啊 剛剛安排的歌曲都… 因為時間已經快要超過了 不知道沒有唱 除了唱老歌以外沒有唱新歌 新歌當然不太好意思 這種大排的歌手當然就要是 大排的就是很大的這個 氣勢磅礡的其實樂隊 我們今天剛好只有是對不對 吉他 簡單的 他沒有辦法 這樣子喔 我告訴妳 基本上會唱歌的人 一把吉他就可以唱了 所以呢 而且這首歌非常適合一把吉他 所以呢 我現在要不然妳聽看看就知道 我唱給妳聽看看 會不會太委屈妳 太委屈妳 沒有 我們試看看 可以嗎 不會委屈啦 太委屈妳了 不會啦 不會 一把吉他就夠了嗎 你聽他多棒啊 好啦…試試看吧 妳可以… 悲情歌聲 謝謝 我滿委屈的耶 我要負責讓一個大樂團 這樣子的功能 等等 試試看啦 妳給我一個 氣 會不會 然後一個 我就可以唱了 會唱歌一個這樣就可以唱 太委屈… 來 再一次 一件子愛我的歌 唱不得帥的歌聲 有一個無聲無憂的人贏 有一個無聲無憂的人贏 敢說是唱歌的人啊 跟我一樣的心情 一聲一聲一聲 只求我們的心肝 一段路為你夠正 是愛好人贏的賢 能是你無力怕孤單 希望你將近日啊 背著幸福的生活 你來怎麼我自己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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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乎我走我的心痛 有人走 有人欺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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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欺騎我 到乎的聲 你來我的心痛 這實力派的歌後就是實力派的歌後 完全都真的不需要從龐大的樂隊 一把吉他就讓你這麼好聽 我真的唱得好嗎 是嗎 那是因為有實力派的吉他手啊 那... 好 那我們喝杯茶 只要大家喜歡就好了 很好 OK 很好聽的新歌 我們謝謝江蕙蕙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